台中慈禧医院的大厅今天相当热闹 满满的人潮都是为了要参加义卖 而所得全部捐给台南重建基金 叫卖声慈禧笔落 媳妇会场超热络 有民众特地来到台中慈禧医院 不是为了看医生 而是响应赈灾而来 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富有 所以我想说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可以用一点点小的心意 帮助这些护慰这些灾民 彰化社头的谢启生 带着自家生产的袜子 以低于市面行情半价和大家结缘 不只卖出所得全数捐出 他还要再加码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所以我本人来这边卖 所以今天拿50多拿来 快要卖完了 卖2万我再加2万 这场媳妇会是为了帮助台南受灾户而办 高龄96岁的唐欣奶奶是退休老师 老人家用双手织出这件爱的毛衣 她很会打毛衣 住在我们青南局也很久了 那她就知道这次南部受灾非常的严重 所以她就自己赶制了毛衣 拿出来在现场准备要来跟大家媳妇 现场有二手物也有全新商品 大家无不使出浑身解数热情招呼 全都是为受灾民众尽一分心意 大爱新闻李亚平李月为台中报导